一车大连报道 2018年7月15日 广汽本田新奥德赛在国内正式上市 共推出五款车型 售价22.98到29.98万元 而新奥德赛福祉车将在9月上市 新车的外观进行了一定幅度的微调 内部配置也得到了升级 动力部分保持不变 将继续搭载2.4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新车亮点 1.前进汽格山的杜格装饰条 由两条变为三条 前后杠的造型更加年轻化 2.前屋灯的光源升级为5颗LED灯组 3.第二排座椅进行了升级 支持腿托和靠背的电动调节 同时配有座椅加热 4.增加了后排的天窗 整车共有两个天窗 外观小幅度调整 运动感增加改款后的 奥德赛前脸造型 依旧延续了本田的家族化设计 前杠的造型变化最大 线条变得更加的积极 近期格山的杜格装饰条 由两条变为三条 总的来说 前脸整体比老款 立体了不少 尾部方面变化较小 仅针对后保险杠进行了微调 与前杠的设计保持一致 并且位于后备箱中部的 奥德西的尾标调整到了右下角 此外 新车还将使用全新造型的 17寸轮毂 内饰 配置升级 后排舒适度提高 新车前后排的配置 均有所提升 升级的方向 也是趋向于舒适性 和储物功能性方面 新款奥德赛 可以进行选装前驻车雷达 前锋窗玻璃量实 带景是标签的后脚窗玻璃 倒车摄像头 后倒车 雷达 双天窗 带智能进入的门把手 和带摄像头的右外 后视镜等配置 新车在安全方面 也得到了很大的升级 搭载了高的3C系统 其中包括有ACC自适应巡航系统 360度全景影像 车道保持和车道偏离一致系统 动力 延续现款动力总成动力方面 新车延续了老款的动力总成 搭载代号雷K24W5的2.4升地球梦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137千瓦 最大扭矩243牛米 与之匹配的依旧是一台CVT变速箱 竞争对手 爱丽申别克GL8奥德赛主要的竞争对手 是同门师兄弟爱丽申和别克GL8 相对竞争对手而言 改款前的奥德赛主要是在价格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但配置方面差距较大 但这次外观和内部配置经过升级之后 新款奥德赛或会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编辑点评 新款奥德赛外观的小幅变化 让新车看起来年轻了一些 车内的升级则更加全面 第二排的舒适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并且还新增了奥德赛系统 整车的安全性也得到了升级 经过改款后的奥德赛具备了更强的实力以及颜值 相关阅读 后排座椅玩出花新款奥德赛变形剂